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沒有這些連續圖檔 那你要用影片 來完成類似的 效果 可不可以 好 一樣的 我把我們的這個 影片檔案就丟到 After Effects 軟體裡面 好 你現在可以看到 它進來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除了尺寸 時間 對不對 時間是一分多鐘 好 那我今天想要去改變它的播放速度怎麼辦 你在這個素材上按右鍵 按右鍵 有一個Interpret Footage 也就是我怎麼去詮釋這個素材 我怎麼去解釋這個素材 好 找到Man 好 那你進來了之後呢 它裡面有兩種方式 可以去決定 它影片的 速度 這個 我們之前在 那個 哪一個 有講到聲音有沒有 聲音我們有沒有讓它重複幾次 有印象嗎 這種方式是不改變它播放速度 我只是重複的次數改變 這樣影片會變長 那我們 現在呢就不改這個 因為我要速度改變 所以我就找 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 預設 預設會跟我們的合成 Competition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速度要比較快一點 我可不可以變成60 我快一倍 對不對 快一倍的話 我原本是一分鐘 一分多鐘 現在就只剩多少 是不是大概30秒 對不對 那我如果快兩倍快三倍 如果到120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影片只剩18秒 這樣了解 所以它就會有快轉效果 你按這樣確定 那你把它丟下來 把它丟下來 假設我丟在這邊 它就只剩18秒的時間 有沒有到這裡 就結束了 那中間的過程 就會怎麼樣 那 這樣有沒有快轉 換2位 對不對 但是聲音的話 就有可能會變 變腦腦壓 因為聲音快轉會變這樣 如果是慢轉 就會變老太婆 哇 像這樣子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做處理 OK囉 所以兩種方式你都要會喔